1989年的春夏之嬌 解放軍開進北京城 以坦克、真槍實彈 鎮壓學生和市民的和平民主運動 但是在官方主導下 八九民運六四屠殺 卻從歷史中被滅聲、扭曲、甚至串改 香港守護了這段歷史 不離不棄,整整三十一年 香港人將八九民運所堅持的民主和人權價值 傳遞到全世界 亦都傳承給下一代的年輕人 今日,《王冠法》落地 香港的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自由遇到空前的威脅 六四紀念館不斷被逼遷 歷史檔案顛佩露 維園的燭光萬里 亦都可能不准再辦下去了 歷史會不會在我們面前再度消失? 如果六四都可以消失的話 又有什麼不可能呢? 可能是時候讓我們共同為香港分擔一下 讓這段歷史可以從我們每一個人的手中保存下去 請支持永久網絡六四人權博物館的中籌計劃 保留記憶、拒絕偉望 讓燭光榮存 嘿嘿 感谢观看